大家好,我是兰拉,现在已经早上十点半了 我跟我们家老张呢是七点钟起床 然后我们就出门了,在外面吃完早饭 办了点事,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呢,就安排好了 本来说今天中午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后来呢,老二跟男朋友去一和园玩了 然后呢,我一想今天特冷过大风 昨天姥姥给炖了五块肉猪蹄 我说干脆老大你也别来了 你们俩呢就在家炒个菜一吃 一个星期了,昨天他去的老了家 又干活什么的,挺累的 你就在那儿,是吧,休息休息 他们晚上也要出去 所以呢,就剩我跟老张 我也安排好了哈 就是把屋子全部都收拾 然后床啊,冬天的褥子啊拿出来 包括再把平房那边 也该拿回来重新洗了 然后再拿过去褥子,被子啊什么的 我是今天这么安排哈 上午出去的时候 就突然间哈,就真的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他很多事情 他就感觉有人在牵引着你啊 就真的啊,昨天的这个时候哈 我都还是很迷茫哈 就是,就是要不要坚持继续 跟我家老张这个冷战哈 你说低头吧 又觉得很委屈自己 你说跟他去和好 再继续下去呢 说实话呢,也挺难的 因为北京呢,是越来越冷了 从前天开始啊,我就没有出去散步 一天啊,在那个屋子里面 我就早上起来出去办完事 回来中午做点吃的 然后我就一直到晚上哈 都没有出去溜弯啊什么的 所以也就那一两天 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那屋哈 就真的感觉特别的孤单 特别的凄凉 因为我这么多年就没有 一个人过 就是那种独身的那种生活 我就觉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然后再往后一想哈 如果继续冷战下去的话 哎呀 就觉得自己哈 就觉得那屋子也冷啊 虽然哈 你后面周围都是暖气哈 但是也感觉那种心那种凉哈 那孩子有孩子的生活 那你现在这种状况 也不可能天天跟孩子去 去说什么父亲不好啊 或者生活什么怎么样的 很多事情都是你要自己往下咽嘛 就是你你这种果子 你要自己吃哈 那时候就觉得 哎后来就想算了 不去想了 可是你不想第二天哈 还是一样哈 就是一个人 然后晚上睡 躺在床上哈 也觉得哎呀 一个人好凄凉哈 在这个平房里哈 我说怎么我把日子 过不过过成这样了哈 可是又 另一个自己又不愿意屈服哈 就觉得 其实人也没让你回楼房 你回来 你也还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 但是你就不接纳嘛 你就拒绝 然后也是选择逃避 我觉得我也是潜意识里哈 才往平房去逃避 哎 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哈 也没有顾忌粉丝们的感受哈 那么粉丝很多都骂我 就看不惯我 就觉得好好日子 不好好过呀 可能有的人都比我年龄大 都过来人都知道 是吧 两口的冷战 那慢慢最后 还是要两个人在一起 度过余生 其实道理都懂 但是就那事 就那瞬间 你就想不通了 就在那个时刻哈 后来就接到老二电话 他就说 咱们一起出去吃饭 那我就想到了 老二呢 和他男朋友是想呢 通过吃饭来缓解 我跟我们家老张之间的关系 就是孩子 他是有心的哈 他不希望父母这样 因为这么多年吧 我跟老张都是吵吵闹闹的 但是很快就好了 所以孩子们都习惯了 但是我想这次时间比较长 孩子们就从来都 可能还在看着我们 什么时候没准俩 又好了又没事了 所以这次就 冷战的时间是最长的 三周啊 我就不理他 我们也不吵架 就是不说话 反正他跟我说 我也不理他 装听不见 昨天吃完饭呢 还是哈 就是觉得给孩子面子嘛 吃饭的时候 当然也说话 他也给我夹肉啊什么的 卷那个菜给我吃啊什么的 但还是觉得哈 后来昨天晚上 本来我不是在那个 那边那阴面那屋睡吗 哎呀特别冷那屋 这两天不是冷吗 来一段期也特别冷 不服气哈 我就想凭什么 我睡着这冷的那面啊 我灯灯我就上这个 他一直这几个月都在这睡 我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 他在这坐着呢 你说我给人轰走 我也觉得不合适哈 那屋那么冷 我也不想让他在那特别冷 然后把真的就是鬼使神差的 我就抱着我的被子 抱着我的枕头 啪我就往这边一扔 他一看 说你要干嘛 我说我在这屋睡 啊完了那个 我说你那枕筋都换了没有 然后他说那个新换的 后来我就在这屋满屋的闻啊 还是有一股哈 就是男人身上特有那种味道 你知道吗 可是昨天就是太累了 也困了 我也不想跟他废话嘛 然后我就洗了个澡 夸子 躺在被窝里倒头就睡哈 他还想跟你聊聊啊 我说我没什么可聊的 我现在很困了 我说那个 反正我是跟你记着仇了 我是挺恨你的 我说 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说完这话我就睡潮了 睡着了以后 晚上嘛 啪打呼噜吧 我吵醒了 但是我一翻身又睡着了 睡的挺好的 就真的是特别暖和 我就感觉两人睡觉 还就是暖和 你别说 跟一个人睡 还真不太一样 然后早上起来 因为我们要着急去 去出去办事嘛 所以就起来以后 他可能还是想哈 就跟我就是聊一聊 我说也没有时间了 然后我们就去了 去了 然后完了事 回来在车上的时候 一上车哈 我就说 我说以后咱俩这样 就过去的所有的事都翻篇 我说无论咱俩以后再上 闹任何的矛盾 不要提起双方的父母 对吧 他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就是咱们就往前看 就尽量哈 咱们哈 这老天爷都看着 孩子都看着呢 都要彼此尽孝 我说你也要 以后要常去你父母那儿 我那也常去我父母那儿 然后逢年过节呢 咱们就串着哈 就至于哈 以前的不愉快都不说了 我说咱俩也别老开玩笑了 因为开玩笑吧 就是就老当真 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 哪个是玩笑 哪个是哈 是严肃的 所以就不是很尊重 我这样也不太好 我以后咱俩就有事就说事 也别开玩笑了 就好好过日子 他就行 后来当然了 他是吧 就是就没有再提那些 陈康的烂斧 我不想再提了 真的也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反正呢 今天回来也是 我说我要收拾屋子 先跟他说一下 今天一天的计划 我说你呢 能帮我你就帮我 帮不了我呢 你不要在旁边 给我添乱就行了 反正就目前呢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我也看了 评论区留言 就很多都是劝我们 就是好好地把日子过 因为毕竟你下面有孩子 有女婿 是吧 要给他们 包括看视频的人 其实我每次发视频 都是我真实感情的流露 从来不遮着眼着 也不想说 就是为了拍视频 去改变实际的情况 就实际就是这样 今天呢 也不能说谁低头 或谁浮软 就是大家有什么话 就谈 一点点的来 先谈到这儿 谈多了 还得 不同意见 又掐起来了 就尽量的 以前老觉得三观不合 一说话就掐 那既然已经知道了 那就尽量的 因为大家也忙 我也忙 他也忙 那就 在有限的视线 就不要用在 俩人较劲啊 打架呀 或者去互相猜测 还是就是说 从阴面转到阳面 现在我觉得一天天转过来了 我觉得也是哈 要在以前 我不可能 抱着被子 跑这儿来 你看天凉了 就给我逼到这屋来了 就很多事就 好像有什么力量 在后面推着你 然后把两个人 往一起推 就是这样 所以一切吧 就交给老天爷啊 我觉得只要按他的 指引生活 就是做一个好人吧 就是可能 善恶一念间啊 就是你可能会做过 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做错了就改 往好的那个 善念去 想去做 也就好了 哎 还是那样啊 懂得都懂 特别感恩啊 特别感谢 今天都 在我们办事情的过程上 我的眼泪都下下来 这就就是 他的引领 特别感恩 好 就分享到这儿 我去干活了 一会儿再给你们 我家有多乱啊 然后还打算给 孩子们做 曲奇饼干 做面包 做蛋糕 然后看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就给老大送过去 正好开车顺路 从他那儿 给他送 他想吃曲奇饼干了 哈哈 请点赞关注哦